第三版二十集 淡淡的温馨 看了一下冰箱中的食材 北风想了一下 正好炒一道青椒回锅肉 北风看着 二分肥八分瘦的荒瘦肉 做出了决定 放了一丁点油 把锅底覆盖 随后把荒瘦肉放入其中开始炼油 回锅肉最重要的就是炼油 油去的不够狠 做出来的回锅肉呢 也就不好吃 一朵洁白如同牛奶的火焰 从北风的手掌上冒了出来 随后被放在了锅底 只是一分钟的时间不到 下方的煤气枣就被烧溶了 可见这药石流离火的温度 有多么的恐怖 寻常的铁锅 只怕瞬间就会被烧出一个大洞来 这口锅 下方有三个角 就算是下方的煤气枣被烧溶了 也不会倾倒 下方是厚厚的砖石 在药石流离火的温度之下 也开始有些变化 北风默默地控制着温度 收束在遗数地方 任由火焰的温度四散之下 就连泥土也一样能够烧成粉末 在北风的控制之下 大部分的火焰温度开始集中向上方 只有一小部分火焰 让下方的砖石变得通红起来 吃吃 锅内久急荒售的血肉 也扛不住这样的高温 只是一分钟的时间 锅内的肉就开始变得金灿灿起来 多余的油脂已经被提炼出来 北风撤掉了药石流离火 开始加入佐料之类的 利用锅内的余温开始炒菜 辣椒则是最后才放上去的 我对药石流离火的控制还是太差了 想要做到随时调节火焰的温度 还需要大量的练习 时间呢 真是怎么都不够用啊 北风感叹了一句 把菜盛放出来 吃了一块尝了尝味道 很不错 但是比体墨浴雪龙王来说 并没有提升太多 只是其中蕴含的能量 与墨浴雪龙王同等体积上 增加了上百倍 北风在异时节待了一年 这嘴巴早就养掉了 因此不觉得这九级荒售肉 有多么的好吃 玄悦正在客厅看着电视 语言已经完全地掌握了 看着一部狗血剧 看得津津有味 玄悦 洗手吃饭了 北风断着盘子 走到了饭桌上 对着玄悦叫道 来了 玄悦瞬间 马溜得挤身 闻着散发出来的香味 咽了咽口水 好久没有闻见这么香的味道了 玄悦伸出了筷子 夹了一片肉放入口中 双眼都眯成了一条缝了 北风询问道 怎么样 好吃吗 玄悦睁开眼睛 笑眯眯地说道 还行 就是火候游戏过了 砰 只听到哀哀一声 北风的嘴角抽搐 你这个没良心的 辛辛苦苦做菜 你还挑三拣四的 当下一个暴力 就落在了玄悦的头上 别打我头 松开松开 你属狗的呀 玄悦捂着脑袋 一脸的委屈 随后反击了 北风控制了力量 不会让玄悦感觉到太疼 只是轻微的一点疼痛罢了 不等北风收回手 玄悦一把抓住北风的手 一口就咬了上去 一顿饭 在两个人的打打闹闹之中过去了 大部分都是被北风吃掉 玄悦只是吃了一点 就吃不下了 九级荒售肉 蕴含的力量太大 吃得多了 就会和三头犬一样被撑着 北风的心里 突然生起了一丝丝的温馨 这种感觉很是奇妙 让人全身心地放松 回到房间 北风躺在床上 安心地睡去了 第二天一早 只感觉 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舒服了 异世界的天地灵气 浓郁得固然很好 但是其中的武力值也太高了 每天北风都是提心吊胆的 生怕被人一巴掌给拍死了 三头犬的体型又变大了一小圈 让人看起来就觉得可怕 有如从神话中走出来的生物一般 可能是刚刚突破的原因 三头犬浑身都散发着浓浓的围压 让悬散里的三头犬远了一些 终于突破到先天境界了 但是这个混蛋 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 可恶 难不成本犬 一直不能摆脱他了吗 吃不着看向北风 那身躯中潜伏着的气血 让三头犬感到了一阵阵的压力 三头犬一旦突破先天 就足以媲美先天后起 但是面对北风 却根本提不起动手的勇气 三辆车驶入别墅 一行黑衣男子 簇拥着一个年轻男子下了车 向着别墅的大门而来 木林站在别墅外 按下了门铃之后说道 玄悦 我是韩木 我想和你谈谈 韩木站在别墅外 按下了门铃之后说道 啪哒 别墅的大门缓缓打开 韩木神色阴沉地 朝着别墅之内走去 韩木都快要气炸了 从见到玄悦的那一刻 韩木就不可自拔地 喜欢上了玄悦 但是两年了 玄悦对自己不假辞色 昨天晚上 玄悦的经纪人 居然打电话来告诉自己 玄悦放了几万人的鸽子 准备退出鸽坛 这些都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 玄悦的旁边居然多出了一个男子 而且关系很亲密的样子 这就让韩木不能忍了 身为国内最大娱乐公司的继承人 身价上百亿 旗下的女明星数不胜数 但自己看上的女人 却被人给截胡了 圈中流传着玄悦的背景 韩木却是不以为意 凭借前几个倒霉鬼的下场 就可以排斥是军政的背景了 因为军政的背景 不敢下手这么狠了 只要不是这两方的背景 韩木就可以不在意 玄悦站在门口 打着哈欠 你来做什么 韩木沉声说道 玄悦 你马上就可以成为 国内最顶尖的明星了 为何要自毁前途 你现在跟我回公司 我可以当成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玄悦不以为意地说道 只是娃娃而已 明星什么对我来说无所谓 至于昨晚演唱会的损失 不是已经给了你们一千万了吗 没有事的话 你们可以走了 韩木冷笑 昨天晚上损失的 其实一千万能够弥补的 你以为昨天的损失 是区区的一千万能够弥补的吗 知不知道 公司的形象受到了多大的损失 玄悦的身子出现在场中 垂首而立 眼神之中闪着寒光 小姐让你们离开 你算什么东西 滚开 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 韩木呵斥着 这个人 韩木自然认识 毕竟这两年 都是跟在玄悦的身边 玄悦的眼神之中 透露出了丝丝的危险 韩木正准备 在说些什么的时候 韩木背后的一个中年人 拉住了韩木 站了出来 原来是一位宗师啊 怪不得这么有底气 韩城站了出来 一身的气息迅速地拔高 为了 这些地方 还是一位宗师 我们下期见 靠远的 和双室